澎湖一年一度采紫菜的季节又到来了 紫菜因为颜色较黑又被称作为黑金 只开放给当地居民采收 每到产季都会吸引不少人来赚点外快 今年因为风大浪高 紫菜长得比去年还要好 产量也大 每一个人都是满载而归 最高还可以卖到2500元 趁过年前赚些小红包 大批民众聚在岸边 在一大片黑色的椒檐上 拼命的埋头挖哑挖 原来是采紫菜的季节又到了 鞭炮神异响象征紫菜开采 大家挽着腰大片的紫菜采不完 而紫菜因为颜色有黑又叫做黑金 每年产季一到就会吸引民众 坐船到姑婆与采紫菜赚外快 但这个好康是澎湖居民限定 今天真好 不错了 太好 你觉得一千块好吗 对啦 今天好 大家满载而归 才刚回程已经有业者在码头等着收购 可见紫菜有多抢手 今年美金收购价约350元 有人最高甚至卖出2500元 也因为今年逢打浪高 紫菜产量大 来采的人也变多了 紫菜产量比往年都好 居民趁着年前赚点小红包 记者综合报导